這次比賽卻拋棄出來 近三年來 創造了最好的成績 反而就是柯特 應該是今年的選拔賽 在澳大利亞的國內選拔賽 3分41秒65 另外一個人說 大家說明差不多的情況 就是看最後的50米的衝刺 比賽好像 如果說到最後的衝刺 宣揚的教練也說 如果你忍到最後100米 你拉不開他的話 宣揚的最後100米 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追 是啊 所以我們覺得是前面 宣揚一定要跟著 旁邊的兩位選手 特別是很大力的 我和柯頓 所以不回復一下 其實我們都很緊張 因為是中國代表跟他 第一把跟牌 是啊 首先觸迫的是麥京王 兩位英武大利亞選手 現在就是麥京王 首先是打印出來 接著就是杜爺 最重要是宣揚這個前程 一定可以表明 可以讓其他大罪的選手 不妨礙他的策略 一定要用自己的策略這樣去援 因為這個北京王 是一個400米的岸目 要補救這個體能的分配 戰術的分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現在見到 就加爾他似乎 就是選擇 真的比較早地 大了出來 這位是英武的榮手 也都是黑山勢敢坐 400米自由泳的故事 因為這個400米 很多運動員 都會坐這個負分段 就是後200米比前200米還要快 他的狀態會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宣揚他 他現在有得好穩 可以說是 暫時前三位 就是加爾 杜爺 和麥京王 但是真的 除了加爾是比較突出 帶出來之外 其餘的七位榮手 都是差不多 要看第三把 因為這個項目 應該是理智度比較有分遠 現在這個項目 應該要跟緊一點 第三把 應該是 拉拉 差不多 現在看來 這個 雖然他是前兩把 破了紀錄的速度 但是他很難堅持到最後 除了他有很強的勝利 是的 因為加爾現在似乎 第三把的鑽池 已經在這條 相機線的後面 但是就要看看 兩把鑽池出來的時候 已經 感覺大家都已經追上來了 是的 三把鑽池 估計大家都 八個都差不多 鑽池 真的要看看 最後一把鑽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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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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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池 第二 第三 就是 孫陽 最後一把鑽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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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第一把鑽池 有一個 鑽池 然後 真的要看看 孫陽這把鑽池 可不可以 順利帶出 好 後來 現在已經超前了所有人了 好 鑽池 鑽池 繼續衝刺 但是 看孫陽的衝刺 最後一把鑽池 看到這個 最後一把鑽池 看這個 現在似乎都 發力很快 但是 看孫陽的衝刺 現在 加油 孫陽的衝刺 加油 最後是緊張 加油 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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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還是差一點點 看著他應該是領先 5米的時候 到哪個下 到哪個下差一點點 到哪個下 最後5米到得不好 我覺得是宣揚的 應該是最後50米出來 那下加速 好像加了慢了 他好像是最後25米再加速 加油 那就有點可惜 因為對於大家來說 可能覺得宣揚在這個項目當中 霸主地位也是很明顯 但是 剛才也提過 賀頓真的不可以忽視一位 後起之秀 但是宣揚游到這個成績 我覺得 也是非常差 3分41秒 嗯 而賀頓就繼續擦身 他自己的最好成績 3分41秒 5秒 其實最後足迫 那一下就是 是 3分41秒 3分41秒 大招 4分41秒 不太合手 還有一個 真的 謝謝 至於剛才嘉威所說的 最後大家都在法力的情況下 宣揚最後的衝刺 我感覺上他的策略好像是做錯了 因為以我們的了解 宣揚應該是最後25米才加速 再加速 我覺得宣揚應該是最後100米 他其實有這個實力去再衝 那就差了0.13秒 宣揚以0.13秒之差排名第二 而在預賽當中 也有不錯發揮的特敵 這位意大利的榮手 就拿到一塊銅牌排名第三 應該來說 宣揚這個成績都相當不錯 其實這個實際是非常好的 3分41秒 還有我們也看到宣揚 拿不到今陣子的心情不算太好 所以剛才拒絕了那個採訪